另外昨天在彰化的圆林果菜市场 一名店滩老板遭人杀害 警方就逮捕到了一名流姓嫌犯 疑似是因为被害人在面店里头播放A片来招揽生意 这名男子呢只看不消费被老板驱赶 因此心声不满才中下杀机 男子涉嫌杀害圆林果菜市场的谢姓面滩老板被警方逮捕 现年63岁的谢姓死者 7号被人发现倒卧在面滩内 警部遭到利刃割了三刀 大动脉失血过多不致死亡 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流姓男子在凌晨一点多进入店内 才一分钟后就出来骑机车从容离开 警方循现找到了现年51岁的流姓男子 流姓男子一开始时刻否认犯案 直到看到死者惨死的照片才认罪 他共称对谢姓老板积怨已久 谢姓被害人在早餐店内为招揽生意 放用A片供顾客观赏 流姓为消费及要求离弃 流姓因而提出检警 双方间产生仇气 居然是因为老板在店内播放A片招揽客人 流姓男子总是借机看片不消费 遭到老板驱赶心生不满 种下了杀鸡 警方依杀人罪将流姓男子移送法办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